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我们了不起就是去计算它的次数 好 例如说总共我有多少个国家 我有多少个客户 那这不是都是次数吗 那接下来这边就好玩了 这边我们就可以分析好多数值的分析 举例来说我可以去计算 那个每一年的销售额是多少 我可以计算每一年的利润是多少 甚至还记不记得我们星期二跟各位分享出毛利率 好 我们两个数值可以去算彼此之间的关系 因为这才是我们很重要的重点 好了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简单的说 当我们今天要去做数值分析的时候 你要分析什么 我们通常会在文字类型取一个 数值类型取一个 然后去做分析 举例来说我可以去计算各类产品的销售分析 就是文字取一个 数字取一个 我可以去计算各程式的利润分析 好 那文字取一个 利润取一个 你知道这个观念其实就是用我们那个组合 数学里面有一个叫组合 C16个文字 然后我可以取其中 其实就是说 就是我有16个文字 取一个 C16取1 乘于什么 C4取1 好 那这样的话 我想乘出来是一个还蛮多的数值分析的答案 就是我们可以做好多分析 那请问你有没有可能分析 一个文字的两个数值 当然有可能 甚至我们可以画出散布图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有非常非常多值得我们来分析的事情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去看 这个分析最重要的重点 我觉得很简单 你就去问老板 老板你想要看什么 我想你 你看到这个订单资料 你就只要在这四个数值类型上面打转 你觉得老板会在意的是销售额 还是数量 还是折扣 还是利润 我想你应该已经可以直接回答我答案了 当然是利润 你说对不对 对 所以我等一下 我们就先做利润分析 因为老板关心的东西 你做给他看嘛 对不对 好 这样有听懂哦 假设